是的 对于停止医学系学生的学费问题 首相杜斯利安华今天傍晚向大家派出定新闻 承诺公共服务局将继续为医药 押医和药剂领域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是的 那首相他就指出停止赞助的决定是出自于前朝政府 因此团结政府会重新检讨这项政策以保障学生的福利 首相安华今天北上槟城造访理工大学出席会见安华座谈会 对于最近传出政府将停止赞助医学系学生的学费 他促请大家不用担心 承诺公共服务局将继续为医药 牙医及药剂领域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不会中断赞助 尽管有研究显示我国将在2026年到2030年出现医护人员过剩的情况 才会致使学费赞助中断 但考量到我国对医护人员的需求依然迫切 政府决定延续赞助 安华是在出席这一项活动时 对公共服务局商讨停止赞助医药 牙医及药剂领域做出回应 此外安华在座谈会上和学生交流对话时也强调 大学是让学生自由和独立表达观点和言论的地方 他希望国内大学的发言氛围能有所改善 允许学生言论自由 唯有这样学生才能明智思考和成长 首相说 只有让学生在无据后果的情况下 自由表达个人观点 才算得上是优质教育 得上是优质 deep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